怎样的一碗米粉能让明代才子唐伯虎赞不绝口 汤城集场赞三鲜 怎样的一项政策能让数千人因为米粉而发家致富 给予十万块钱的贷款 然后利息这个块由政府补贴 一碗米粉如何撬动一方经济 一个月收入呢 一万块钱左右就有 一碗米粉如何助力脱贫攻坚 一个月工资多少 三千多 敬请收看生财有道 米粉飘香助脱贫 像你是春暖的 粉红是为你还要 各位好我是香薇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赣州市的安远县 安远是革命老区是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 在安远呢95%以上的人呢都是客家人 所以安远呢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地方 那我们这次来安远呢就是为了要探访一道客家人的美食 应该算是一道小吃吧 据说这道小吃呢是由来已久 明代的才子唐伯虎品尝了这道小吃以后 当即赋试一首 他说 你说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小吃呢 老板我要一份15块钱的三鲜粉 大份的是啊 大份的啊 好好好 等很久吗 等很久一下子 一下子好 哎呀真是 你别看清淡 但是不寡淡 这个味道就很丰富 里面有猪肝猪肉和猪小肠 但是它很鲜 你可见它的食材有多么的新鲜 安远三鲜粉是安远县由来已久的一道小吃 它始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被誉为古代汉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食 是干南客家人的主流早餐 2010年还被江西省烹饪协会评为江西明小吃 安远三鲜粉的三鲜全部出自猪的身上 分别是猪肝猪小肠和猪瘦肉 我们采访的这家三鲜粉店的店主 叫赖尽喜 开三鲜粉店已经将近两年 凭借着咸熟的手艺 它做出的三鲜粉 每天吸引了大量的顾客 我特别想吃的很普通的米粉 那赖尽喜一做 马上就变成了那么好吃的三鲜粉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赖尽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食材要鲜 要那个好的食材 安远三鲜粉的三鲜 必须是当天凌晨宰杀下来的新鲜猪肉 猪小肠和猪肝 否则就不配喊做三鲜 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 赖尽喜每天都会凌晨四点钟赶到市场 购买带着体温的猪身上的这三鲜 首先我们要用那个猪的 那个好上等的那个前鸡肉 那个前鸡肉 你看一下这个鸡肉 不是随便的一块 一定取这样 还有一个捡那个捡 捡后面一点的那个叫前鸡肉 那个猪肉很好 首先看一下这个猪肉很精油的 那个又很好的 口感也好 口感很嫩 又鲜 那个猪肉 然后那个猪的那个粉肠 粉肠的话一般就是爽那个猪的十二指肠 微微好 那个肠的话煮到来吃起来 嫩很爽很脆的感觉 猪肝的话我们就选那个很好的猪肝 你手拿起来比较柔滑的 西弄那种猪肝 这样猪肝煮到吃起来就有那个猪肝的香味 然后就是粉 是吧 我尝尝那个粉吧 肯定是米粉咯 但是好像也不纯粹是米粉 你里面还加什么东西呢 这可以告诉我们吗 米粉我们没有啊 米粉我们说纯米粉 就是成大米做的 没有添加任何的 可是那个米香很浓啊 是我们这是我们安远的特色 安远的那个米粉就有特色 难怪 有那个矫劲也好啊 嫩豆也好啊 是是是是是 是吧 安远三鲜粉的三鲜追求新鲜 三鲜粉的粉讲究嚼劲 而三鲜粉的高汤 则在熬制的火候上很下功夫 将猪的大桶 老母鸡 以及葱姜等调料放到一起 熬制三个小时以上 才能熬成地道的安远三鲜粉的高汤 将芋头粉搅拌过的猪瘦肉 猪肝和猪小肠 放到高汤当中进行烹注 就好了 爽滑清香的三鲜粉的汤料就做好了 只要它一开 只要它开了 就好了 幸亏时间短啊 要不然时间长的话 您那个香气已经顺着窗户飘不去了 时刻等不及了 好了 然后浇到粉里面 浇到粉里去就可以了 煮米粉有什么讲究吗 煮米粉的话 我们要像这个米粉的话 一般放到锅里去 要煮到四到六分钟左右 这粉已经透明了 它透明都很好 很冷暖的那种 透明的了 一般一碗粉您给放多少 放二三两 要用三两多 三两就好了 好了 好了 然后浇汤 浇汤浇汤浇汤 浇汤浇过去就好了 是吧 我来一下啊 假装是我做的啊 好好好 这个有时候还要翻吗 翻粉吗还 不用 直接倒过去可以嘛 直接倒过去 我把这个料 哇 这料太足了 赖进喜制作的三鲜粉 每碗价钱小份八元 大份十五元 它每天早上能卖出三百多碗的三鲜粉 一个月的纯收入能达到两万元钱 年收入二十多万 这是两年前的赖进喜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因为就在两年前 他还是一个在外地打工多年的打工仔 在广东当运输司机 一年忙到头 只能赚到一万元钱 客家人的话 本来都比较廉价一点的 是吧 像我们那都责任的好大 我们像我奶奶都有八十多岁了 那个小孩子又还不大 是吧 赖进喜是家里的顶梁柱 低薄的收入 让他一家人 常年生活在贫困县以下 2015年初 私乡情窃的赖进喜决定 回到老家安远县来发展 但是回到家乡 做什么生意好呢 赖进喜一筹莫展 找不到什么很合适自己做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那么久了 又不会干什么事 又不会做其他生意的什么的 就在赖进喜为不知道做什么生意好 而发愁的时候 2015年4月 安远县县委县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安远小吃产业的政策 大力发展以三鲜粉为主的 安远小吃产业 虽说我们安远以三鲜粉为主的小吃 历史很悠久 但是它仍然停留在民间小吃这个层面 它辐射力不强 带动力不强 对经济的贡献也还比较低 现在我们开展这个精神抚平活动 也必须要寻找一个产业来带动 这个能力制服 还有呢 这个大政畅业 也必须要一个人抓手 来去推动我们这个 有志青年 这个畅业 为了大力发展安远小吃产业 安远县委县政府 专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 小吃办 通过小吃办 来具体执行县委县政府 对小吃产业的扶持政策 对所有的 开市安远三鲜粉店的那些从业人员 可以给予资金上的扶持 政府出来的政策是给予十万块钱的贷款 然后利息这个块由政府补贴 对开市三鲜粉店的 我们还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 在县外开市的 能够给予五千到八千的奖励 在省外开市的 可以给予一万到一万五的奖励 赖进喜听到县委县政府 扶持安远小吃的政策 喜出望外 他赶紧去小吃办报了名 小吃办您听说过吗 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还有这样的部门 那小吃办是安远县 专门为了扶持安远县的小吃产业发展而成立的这么一个部门 只要是你想从事小吃的产业 就都可以到这个实训中心来参加免费的来培训 赖进喜就是去年在这个培训中心毕业的优秀毕业生 那到底培训什么内容呢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 里面还挺大的呢 这里可能都是属于老师一级的师傅 要准备一会儿学生们进行实地操作的时候所用的食材 那你看这一部分呢 哇 真整齐啊 案板 萝卜 胡萝卜 刀 一应俱全 一会儿学生们要在这里进行实际的操作 比方说刀工的训练 那你听 在安远县的小吃产业培训中心里 学员们可以学习到烹饪的理论和经营餐厅的礼仪 除此之外 小吃办还专门聘请了安远县烹饪协会的厨师 作为培训教员 对开三仙粉店的从业人员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 一个星期七天 培训七天 我们对培训技术中不好的 还可以参加第二期培训 因为每个月都要举办两到三次 切工啊 大概都各方面都有啊 那个比如说那个猪肉啊 要怎么来切 切到更更均匀 是吧 那个猪肝要切什么面啊 更好 那个粉肠啊 要选择啊 蛇材啊 选择怎么选择 去别选择鲜鲜的 部位好的 是吧 要挺挺多的 在那里学习了几天 真的是学到好多 学员们在石训中心学到的 不仅仅是三鲜粉的做法 还学到了安远县一系列小吃的做法 这些独具特色的地方小吃 所用的原料基本上都是大米 不仅味道鲜美 还很好地体现了客家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客家能够称中远 河南三西乡那边迁过来 我们阿越很多特色的小吃 都是因为当时战乱往南迁以后 私乡的那种感觉很深 那么这个南方大家都知道 都没有那个面嘛 没有这个麦子 没有面食 那么又想吃怎么办呢 用大米 磨成姜 做面食 然后以后呢 做成很多的这个米果 有带馅的 有不带馅的 有圆的 有长条形的 还有方的 那么 这一个个形状各异的米果 为什么都是绿色的呢 它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个大爷和大妈他们正在磨这个米浆是吧 是 您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咱们这儿的米果的米瓶是绿色的 所以刚刚那个韭菜吗 韭菜 哦 你看这个呢就是大米泡好了以后来磨的米浆 绿色的就是由这个韭菜给磨出来的 是是吧 那为什么我们用韭菜而不用其他地方好像也用什么菠菜啊 菠菜不香啊 哦 那个韭菜很香啊 虽然它也是绿色的 但是它没有韭菜香 是 那个韭菜是好吃的 啊 所以你说啊 客家人真的是巧心思啊 就是不普通大米 可以做出好多的花样做出很多的文章 是 很棒很棒 这米果很好吃耶 好吃 客家小吃颜色清脆 谈润劲道 别出心裁 赖进喜在培训中心经过七天的学习 熟练掌握了安远三鲜粉和安远小吃的制作方法 成为培训中心里优秀的毕业生 在县委县政府的资金扶持之下 他在安远县城开启了一家三鲜粉店 味道鲜美的三鲜粉和安远小吃大受顾客的欢迎 赖进喜通过自己的勤劳的双手 很快脱贫致富 截止目前 安远县小吃产业实训中心 已经培训了小吃产业从业人员2543人 近千家的安远三鲜粉店遍布安远县内县外 统一的标志 统一的店面 统一的小吃做法 安远三鲜粉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喜欢 如今安远的三鲜粉店已经带动就业2000余人 帮助362名精准扶贫对象实现了技术脱贫 您这里生意应该是很棒 每天能卖多少碗 300万左右吧 200万 真的 今天还有早餐吧 不是真的还有 中午 但是早餐比较多 对 主要是早餐 那一年也不少赚呢 就是很累 就是不全 不能理解 能赚个多少 一天吧 几百块钱吧 一天几百 那一个月收入呢 几百块钱 希望半年左右就有 哦 这是辛苦换来的哦 对这个好辛苦哦 早上要早起 早上接着起啊 四点 四点啊 那主要把所有今天要卖的这些米粉所要的料到库费族是吧 对 现在就是您开店开多久了 才半年嘛 半年 半年这个这开店期间你一个月能够收入多少平均 八九千吧 八九千 就一天早上至少你得卖出去多少碗 呃 这还没统计过 最少有五六百碗 五六百碗 那一个月下来就光是三鲜粉 就这一周早餐 您能够收入多少钱 早上是 嗯 早上 有三千多块的 三千多块啊 对 第一道的安远三鲜粉呢 非常的讲究 比方说这米粉 就一定要用当地产的米做的米粉才可以 如果你换了其他地方产的米粉 那口感那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要用当地的米呢 当地的米有什么特点 那我现在呢是在安远县的老好村 那前面呢刚好有正在收稻子的老乡 我们来问问这个稻子的主人哈 老乡 你好 你好你好 打扰您一下 啊 哇 你这里面真是老好老好 老热老热了 哈哈 嗯 现在就是刚好是收割的季节 是吧 对对对 哦 这个地方的稻子产的米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我们做米粉 安远三鲜粉一定要用 咱们这儿的米 哦 因为这样子的 我们当地的主要的那个自然环境 嗯 因为作业温差比较大嘛 所以炒到的米呢 就比较筋道 筋道 筋道 嗯 吃起来做的米粉就很好吃 陈永华种植的水稻 属于高山水稻 高山水稻是指种植的区域 海拔在500米以上的水稻 高山水稻种植区域植备好 自然环境优越 用它做出的米粉更加筋道爽滑 那现在这三鲜粉就是推广力度那么大 肯定需要这个稻米的量也大咯 量比较大 今年刚推的时候 我正面才种了那个四十亩地 四十亩地 对就是专门做那个米粉的 今年推广出去以后呢 种了一百二十亩 今年挣多少钱 今年挣个五六万吧 五六万 今年因为需求量大嘛 所以你肯定就还可以卖出个更好的价格 那今年你估计 因为现在刚刚收割嘛 估计能够收了多少 估计二十万的样子 哎呦真不错呢 哈哈 安远县近年来大力发展高山水稻 种植面积已经一万多亩 种植出来的优质水稻百分之九十八 用于加工三鲜粉 随着安远三鲜粉的大规模推广 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种植水稻脱贫致富 安远三鲜粉的大力推广和迅速发展 这个要求呢 其中有一个环节必须得跟得上 那就是米粉的供应 那我现在呢 就是在安远县东河村的一个米粉加工厂 这个工厂的老板呢 很有意思 他高中毕业 据他自己说啊 当时的物理成绩呢 也就勉强能够集合吧 六七十分 但是最牛的是 他利用了物理学当中最简单的原理 自己设计研发了一套 米粉的机械化 半自动化生产的流水线 使得米粉的生产速度 一下子就提了上去 真是高手在民间的 这个高手 就是他 米粉加工厂老板唐志荣 大家好 那我看您这个米浆 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停了 你这是怎么控制的呢 我是说这个福利开刮 这个就像一唱坨 这是一个福利是吗 这两个是福桶 福桶 这两个是福桶 接近这个米浆量少了 流下去了 达不到这个量 我已经设定好了 这个原来的那个量 达不到的话 他自然会出生来 把这个米浆 福利开关是唐志荣 解决自动化输送米浆的 关键环节 而如何自动控制 米粉皮的厚度 唐志荣也别出心裁 速度 速度呢 靠这个开关来 控制的 速度越快 它滚走的越快 皮就越薄 如果速度慢一点 皮就厚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 完全可以根据 就是我们需要的薄厚来生产 是是是 就这么一回 是吗 太牛了 就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原理 就解决了我们生产所需要的 这个技术难关 所以这么说 传统米粉的制作 都是在天晴的时候 把米粉放到室外晾晒 达到风干的目的 这通常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 而唐志荣自己研制的 这个米粉生产设备 可以让米粉在车间的生产线上 很快烘干 那你这个为什么设计成九层呢 我设计九层是根据我 整套流水线的那个 设计十字的那个 这个长度 去设计的 我整个长度是三百米左右 我一层就三十米 九层是两百七十米 加上我那个前沿 两张的前沿 一个十五米 加起来就这三百米 我刚刚我这个速度 从前端到后端 出来的那个速度 刚刚那个粉变 它的水分就达成 台湾纸二十到三十的水分 这么一转就把这个粉皮给转成一桶 是吧 这一卷一桶多少米 一百两斤 一百多米 对对对 能卖多少钱 能卖六七百块 六七百哦 对对对 我怎么感觉就像印刷 是印钞机呢 哈哈哈 是吧 只要机器转动 这钱就来了 是吧 哈哈哈 你这个老唐的生产米粉的 半自动化机械化设备呢 耗去了老唐整整四年的时间 当时呢 也有很大的投入啊 投资是一百多万 但是现在呢 你看老唐非常的满意 他有了很好的回报 如今唐志荣的米粉生产车间 解决了五十多个农民就业 这些工人大多是本村的村民 很多人原来都生活在贫困县以下 唐志荣的米粉加工厂 让他们迅速的脱贫致富 干这活累不累 不累 不累啊 一天能够打多少卷 一千多 一千多 哦 好 这个数量也板大的呢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也是一千多 一千多 一天你能打多少卷 一天可以打到八十多卷 哦这么多呢 一个月工资多少 三千多 三千多块钱呢 这个您之前 在这个厂打工之前 您是做什么的 也下个广东打工 也去广东打工 那个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 那个有 广东一个月也才两千多 两千多 嗯 回到家乡 不用出远门了 还能够一个月挣三千多 是还可以的 在这里 是吧 因为在这里很近 也可以照顾老人小孩 哦 在家里的 在这里 而且这个收入能赶上年轻人了 是不是啊 是 可以 是吧 家里人满意 你干这份工作吗 满意 满意啊 我自己满意在这里 从水稻种植 到米粉加工 再到三千粉店 在安远县扶持小吃产业的政策引领下 一条良性的产业链条已经形成 这个产业链条上的每个环节 都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 三千粉在安远县的快速发展 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安远县是生态文明先进县 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自然保护区三百山 保存完好的客家围屋 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如今在安远的旅游名片中 又多了一个安远三千粉 到安远旅游 吃三千粉成为很多游客的选择 在景区的周边 很多农家乐的经营者 都通过制作安远小吃而受益匪浅 我们在整个杠丹 眷眷都有安远以三千粉为主的小吃 包括很多乡镇已经普及到了 带动了两千多能民来创业 其中这里有百分之三十是贫困富 也应该说为我们安远的经济发展 起到了促进作业 也为加快脱贫 这个脱贫 加快的步伐 安远三千粉它不仅仅是一碗普通的米粉 它还是撬动当地经济的一个撬板 它让很多人通过三千粉来创业 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同时呢 安远的三千粉也助力了脱贫攻坚 现在呢 安远三千粉呢 已经成为了当地小吃和客家文化的一张名片 通过这张名片呢 使更多的人已经品尝到了当地小吃和这个三千粉的美味 也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上了生态优美的安远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萧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在湖北芸汐这片即临山秀水于一身的大地上 拥有着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利用当地的优质资源 码头养养殖 古法榨油 铁扫帚这些产业 成为芸汐最具特色的行业 真的好香啊 作为特色产业领域的成功代表 他们发家致富不忘根本 凭借敢闯敢干 勇于开拓的精神 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敬请收看下期的生财优道